和之前一样 房间里的东西 你都可以拿走 你知道的 我并不想要这些东西 我只想要你 你当真想要的是我 当然了 唐总出手绝绝 长得又帅 敢问哪个女人 经得起这样的诱惑呢 我花了大家钱查过你 你不信他 你信了 我们是一类人 你信你放了我 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为什么要调查我呢 让我继续做你的唐总不好吗 为什么要听到的名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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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你这么生气 是因为他戳穿你本来的面目了吧 你是谁 你是珍珍 不对 珍珍已经死亡 把你的罪行铲除殆尽 不然 我杀了你卷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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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叫陆西凡 我有罪 你就是陆西凡吧 啊 坐 谢谢 怎么样 本身我有阴心要求的 至少达到博士水准 才有资格教我的女儿 但我看了你的作品集 确实画出了非常厉害的作品 所以破例这一次也无妨 多谢唐太太 我一定竭尽所能把你女儿 不过 虽然我可以破格录用你 但你毕竟不是真正的博士 你的薪酬 我只能给你约定的一半 你愿意接受吗 就算一半 鞋比我打工赚得多得多 我不能失去这个阶级月升的机会 当然 我愿意 这是你的薪水 喝杯柱子休息一下吧 王妈 在 待会儿真身睡醒了 你带老师上楼认识一下 我还有个拍卖会 就先出去了 太太慢走 下次来的时候 记得换双袜子 你干嘛 你还挺能装啊 真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有我在 你就别想在这个家待下去 以为混进有钱人家当个家教就出人头地了 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 离得巴掌圆 我都能闻到你身上的穷酸味 下个月 我不希望再见到你 我需要钱 很多钱 无论如何 我都要先保证这份工作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们这些轻尖 侮辱我的人 到你们这种代价 你说谁是小三 我跟傅晨白从小就认识 我们是青梅竹马 你才是小三呢 都说了我不是小三 你让他自己跟我说 喂 喂 该死的扶尘牌 又在外面蒸花热草 他主动挑衅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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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留学副导 谁让你碰我了 你越界了 你刚才打电话 我都听到了 如果我是你男朋友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 放在第一位来珍惜 绝对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好 那我的男朋友 你愿不愿意帮我一个忙呀 嗯 不过 唐小姐眼眸不真好 我都有点快上不着我自己了 啊看这傻小子就没见过什么事 不知道能不能帮上 我们今天打扮成这样 是要去哪里 今天不上课 还有出去的 我们真正正要来这做什么呀 等会你就知道了 副总一起喝一杯吧 不好意思 他是 我是真正新男朋友啊 请你告诉你的小三 真正不要你了 真正不屑于跟任何女人分享男人 真正 西凡说的对 傅尘白 我不喜欢你 请你不要再把我当你的备胎了 你不珍惜我 我唐真也是有人要的 真正她不是任何人备胎 她的善良也不是你利用她的理由 我跟真正的关系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夺罪 够了 你不要拿别人来撒气 以后请你管好你那些阴阴厌厌 不要再拿我当替罪洋 真正 你宁愿相信一个来历不明的男人 你都不愿意听我解释吗 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他叫陆西凡 是个博士 画画也很好 我很欣赏他 那就是唐家的新姑爷呀 也是一表人才呢 看来 傅家有对手了 这小伙子和唐真小姐是真般配啊 副总 没有他还有我吗 我的心意 躲开 帮我查一个人 刚刚的事情谢谢你啊 珍珍你喝多了 你放心 我会向你支付劳费的 小心点 他那种人 不知道你为他伤心 你肯定能遇到 珍惜你爱护你的人呢 那那个人是谁啊 是你吗 可算让我找找你了 可算让我找找你了 哈哈哈哈 右派 小美女 乘错了我抱进去了 臭小子 你别以为你绑上了小布玷就可以嚣张了 הח子 你别再过来 下 啊啊啊 我来保护你 呀啊 呀啊 臭小子你给老子当长 啊啊 天呐 你怎么留了这么多的血 你真是傻 怎么能替我当酒瓶子的 珍珍 你还记得吗我跟你说过的 如果我是你 朋友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放在第一位来珍惜 不会让你说半点委屈的 谢谢你啊 你真是个大英雄 总是我一半 我 我 英雄 哎 是吧 哎 哎 最后 最后 哎 嗯 从小到大 我除了钱以外就什么都没有 我只有傅城阀一个朋友 还从来没有人像你一样 这么关心过 对了 我还有一个 亲身大姐姐 她叫王妈 在你之前 是王妈对我会配信 不过现在王妈年纪大了 身体越来越好 知道 我妈身体不好吗 我妈对好多东西都不 尤其是猫猫 猫猫 猫猫 果然还没走 你们还想干嘛 干谁 这英雄救美的戏码 为你演的挺好啊 你爸欠了我们二十万 给老子还钱 带上来 来人 给我搜 穿着人魔狗样的 我还以为 这小富阁给你多少福费呢 就他妈这点钱 我是去当家庭辅导的 别误入我们的关系 你还真参吗把自己当回事 这样 医药费加利息 一共五十万 休想 没钱是吧 行 那就拿这个小美女 你债吧 你别动她 都什么时候了 还他妈在这装情肿的 好啊 老子现在给你两条路 要么 我们把这个小美女带走 要么 我就断你老子一条手 要么 我就断你老子一条手 哎大哥 大哥哎 大哥 千万 别别断我一直手啊 猪小的 还愣着干什么 别又想各位大哥 享用这个美女 咱们赶紧走啊 伤我不能给你 如果非要忍我去 你多我爸一只手 哈哈哈哈 兄弟 行啊 你逼我狠啊 为了美女 亲爹都不管了 吴徐帆 你这个畜生 我别把你咬这么大了 啊 你别着急 他可是唐氏集团唐国锋的女儿 哪怕你今天断了一只手 我们只要能保护好他 我们就可以还钱所有的债 你说他是唐氏集团的钱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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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你 也能勾得上唐氏集团的钱金 到现在这个地步 我没有必要骗你 我现在也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你现在看掉我爸一只手 我们两情 要不然 当我正式进入唐家 想办法 连本带利还清你所有的钱 好 那老子 就再信你一回 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不然 我就杀你全家 把你妹妹 卖到油子里去 好 我们走 吵死鸡店了 哎 儿子 不灵不灵的 真漂亮 哎 很贵吧 那小爷俩大半夜的干嘛去了 还带我个小鸭的骗子 真漂亮的 你自己笑吧 你自己笑 那是他叔叔 哼 那是什么 就为了他这个小鸭的骗子 他连他亲爹的命 都不管不顾的 不是 哎 我这个白子把他养这么大了 你真是个白人了 我都跟你说了吗 咱丑保护他咱们有钱中 哪那么着眼 咱们赚钱 赚钱 这就是我的赚钱技能 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 你不是想绑票吧 我跟你说 就算我们能拿到钱 也不一定逃得出去啊 是啊 哥 这弄不好事要做牢的 你别忘了 有一句话叫做背靠大叔好诚量 只要我们全家都能入住当家 用不了多久 我们就可以及时上流上外 到时候别说还清外战 就是飞黄腾达 那也不是梦 让我们怎么干 好 好 好 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 首先 我们要把暗夜的人给干出去 其后 再一步一步的 把我们的人安排到别墅里 这就是我寄生上流的计划 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 我来保护你 天呐 你怎么留了这么多的钱 我跟你说过的 都会让你收半点回去的 怎么不接呀 哎呀 小姐你怎么起来了快躺下 哎 哎呀王妈今天西凡 家教老师他怎么没来啊 他呀 他今天请假了 对对啊 我的大小姐啊 别这么想着他了 那家话不是什么好人 快过来 把这汤喝了 哎哎呦哎呦 哎呦妈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他呢 他是个好人 哎呦哎呦 对不起啊王妈 我是我太心急了 你没事吧 哎不用道歉 王妈明白 你昨晚喝的那么多 你乖乖听话 把这醒酒汤喝了 我帮你找他好不好 好好 好 快离长齐的臭小子 你敢跟我抢地位 站住 我妈 你又怎么了 我要你辞职 我这次课是为不都全给你了吗 辞职 离大小姐远一点 否则 我就把你的身份公之于众 王妈身体不好吗 王妈对好多东西都过敏 尤其是猫毛 哎呦 天呦 王妈你怎么回事 太太 我可能是感冒了 好端端的怎么感冒了 要不你先休息几天 别到时候再传染给我们可就不好了 好好 太太放心 我绝对无大碍的 别是什么传染病吧 唐太太 最近肺结核特别严重 你可要当心啊 肺结核 来来了 你别过来 你别动 快点来人 王妈这是怎么了 吓死人呢 你死不吐血了吧 他这种可能是肺结核 传染性非常强 还是不要靠近的好 可是 金金 你不要过去的啦 外面传染给你怎么办 啊 快把他拖出去 他就是传染病 我来 快进去 你看到他刚才那个样子啊 真的是晦气 咱们家得赶紧再换一个管家 这个是晦气啊 唐太太 我给您介绍这位管家 之前一直在我大伯家工作 我其实也不太熟 但是我听我大伯说 他人非常不错 做事靠谱 没病就好 没病就好 唐太太 合作愉快 叫我尝事就好 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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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而死 常少 今天中午的饭菜没什么问题吧 可千万不能让我在他们面前揪脸 没问题 你放心 凡是吃过我巧的菜的 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那我就放心了 他们刚刚环游世界回来 天天给我发微信讯一样 还说我是什么家庭主妇 气死我了 常少 你可得帮我把场子找回来 让他们知道 我现在生活的有多幸福 没问题 宝贝 你们来了 我没看错的话 这是梵高的话吧 是啊 是我老公从一个私人盘卖会上买回来的 英国国立博物馆都没抢过他呢 哎呀真是厉害呀 只不过我们这次去荷兰的时候才知道 梵高可是上不了台面的穷人呢 使用莫娜这种贵族将往的更适合咱们的气质 那个词怎么说来着 啊 你问英论 你说什么法语啊 你忘了小丽只是在英国待过 不懂这些的 长沈 下午茶还没准备好吗 太太请慢用 小丽 小丽 你们家下午茶就吃烧麦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从来不吃这些 是啊 味道还这么大 出去让别人闻到我们身上的味道 还不消了大牙 你还是多花点钱 请个会做西层的保姆吧 小丽 这些留给你吃吧 下午茶的标准要对表米其林 家里那么多名贵食材 你就给我做出这些装脚烧麦 这种穷人吃的东西 永远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家餐桌上 太太我 我还加了下人呢 滚了 妈 这是怎么了呀 怎么生这么大的气啊 赶紧把他给我换掉 换掉 好了你们先下去吧 以后 不要再做这些东西了啊 别生气了 把他给我倒掉倒掉 没事 下次不会了下次不会了 我 放不着好东西全倒掉了 多可惜 哎 什么味道 呃太太我 我这个是 太太 是我用超神给我做的中午 火锅 是 好香啊 啊啊 太太 这个是麻辣烫 你要不要尝一尝 来来来 尝尝 好吃 我已经好多年 没有吃过这种味道的东西了 太太喜欢吃 我每天都给你做 他们还跟我吹什么意大利 法国 那里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吗 对了 小洛啊 像你这样的名气要高材生 一定掌握了几个万元 掌握倒是说不上来 但是日常都是会议下的 那你一定懂韩语喽 太太是想学韩语 我闺蜜的老公 过几天从韩国回来 找我家聊个合作 我们家老唐说了 让我在家里 好好招待他那个韩国伙伴 我可得好好准备准备 不能给他丢脸 韩语这方面的资源 我倒是认识得不多 哎哎哎快点 我倒是认识一个安妮和西游哦 你认识啊嗯 肯定能绑上您的忙 太好了快介绍给我 我要学会韩语 让他们对我观众相看 没问题 谁呀 这有钱人的酒啊 也没什么好喝的 还不如我在村口买的散床高粱酒带劲呢 有的喝的不错了 妈 这不又是你同来的吧 怎么会 这人唐太太给的 啊哎 别说哈 唐太太这人啊 就脑子有点傻 人吧还真不会 搜的好 哈哈 你有病啊 赶紧去备课 到时候要露馅全晚 我这不备着呢吗 不备着呢 有一个朋友吗 谁呢 对 你没关心 我说 我跟你讲啊 你现在看了十几年的孩子了 最怕 从三次右上了 我的机哄 呵呵 当汉语翻译肯定是不行了 骗骗堂 拜拜拜 走过了 哈哈哈哈 哎哥給錢 幹嗎 你看看人家大學教授這穿的什麼 你不會想讓我穿這身去嗎 嗯 好兒子 也給我穿點吧 怎麼前面的酒我喝的還真是不習慣 明天我還得去村口買二兩 你怎麼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不都因為你叫高麗蛋嗎 真好意思在家等未央啊 那我有什麼辦法 我又不會做飯不會畫畫不會喊雨 借酒開車總會吧 兒子 你的意思是說讓他把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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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哈哈 爹哥 我現在是在家裡嗎 這個呢 我來講 我來講 我來講一句話 我來講一句話 你來講一句話嗎 不是 呀 你什么时候学的韩语啊 这个多亏了我的韩语老师 杰斯卡 你来一下 安安西哟 掌呢 杰斯卡 一米达 差不多了一米达 这位 可是韩博书尔大学最年轻的教授 我韩语学的好 都是他教的好 妈呀 那不是我们在塔国吃的马鲁铃吗 小李 你可以呀 你们家都是天才 什么呀 都是咱们小李会调教 有眼光 天呐 那是 你老公送的吧 他呀他爱你了 可不是嘛 我也不会开车 买来也是摆设 那再找个司机就好了 不过 靠谱司机确实不好找 哎 夫人 我倒认识一位 是冰冰的医用司机 最近他恰好有空 冰冰 会接受给我啊 好的 我也不可以吃了吗 我没吃了吗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这一天 本来是冰冰的 我来说 我来说 我们来说 我来说 什么呀 这是给我的吗 真好看 我很喜欢谢谢你啊 你喜欢你吗 金珍呢 没在 没在 离他远一点 你干什么 不要这样子对小叔 他这个人不老实 他对你图谋不轨 你别胡说 我跟他亲亲白白的 他只是我的家教而已 再说了 你现在不跟你的新婚在一起 来这里干什么 我都说了 他们只是我的追求者 我和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真真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你就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 只要你的消息就行 真真 我们和好吧 好吗 哎 不信任 现在还是我们辅导课的时间 来 你不要等着我 快得不错 干嘛 有些事情 你要有分寸 毕竟 他是我的微分期 不真白 你怎么连他都做到吃 真的 我就是看不惯这种不三不私的男人 总是会打你的主意 说吧 多少钱 什么意思啊 还装呢 你不就是为了钱 才进个堂家吗 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 可有些白日梦 劝你还是不要做了 一定跟你的绅士 连真真的一根脚趾痛都算不上 下课了 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行了 下课了 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我 你 找人 我 你 我 你 找人 你 我 你 你 你 我的天 你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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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也總有一天 我會讓所有人都知道 誰又 才配得到真正的愛 自己想一代 自己想一代 啊 哥 哥 我搞定了 你把我這個當哥的交給你 就是為了看 你和結構婚的人混在一起 哎呀 你裝什麼無辜啊 不是你讓我們寄生在他們身上嗎 你搞不定那個唐真 我就搞定他爸呀 這樣起子來勁更快 這什麼 哥 你不會把自己玩進去了吧 我可警告你啊 唐真這種大小姐你就不要做夢了 咱們家什麼情況你心裡沒輸嗎 啊 好啦 老爸呢 我已經安排給唐國鋒做蹤跡了 你這個當哥的效率還沒有我快呢 啊 先生剛談完生意 麻煩你去接一下他 啊好的夫人好的 唐先生好 唐先生好 你就是那個信賴的司機 是 太太讓我接你回家 唐先生 什麼味道這麼有 把車窗打開 老公 你回來了 唐先生你好 這不是什麼味道這麼難 是我心患的香薰嗎 不是 好像是那種 酸臭的味道 難道是食材不新鮮 如果食材壞了就趕緊處理掉 別在家裡放了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太令人噁心了 國鋒 對不起 我 你看看你現在啊 哪有一點 女主人的樣子啊 一個司機一個仆人 滿身的酸臭味 難道咱們家連一個高級的司機和仆人都請不來嗎 爸 這是怎麼了呀 怎麼剛回來就生這麼大氣啊 問你媽 沒事 珍珍 午飯咱們就不吃了 待會兒出去露營 好 那我回去準備一下 老公 你別生氣了好不好 不能讓女兒看到你生氣的 好不好嗎 好 不然在家裡這段話我也試一下 那是傑西卡 我的韓仁老師 那 那位是 那是我給珍珍找的家庭教師 教師 今天我們不是出去露營嗎 你也放假 可以回去了 是 先生 唐先生 回去開車吧 算了 你們也放假吧 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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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這家人終於走了 我們開心起來 天心起來 哈哈哈哈 老婆子開心起來吧 哇 耶耶 哈哈哈哈 哎呀 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哎哎哎啊 痛快 高兴 儿子 什么 你们还是不要这样 会发现的 儿子 马区总 你呀 读书神经 带你疯了 你要放松放松 你心情不 带你 带你个心情就空了 你看看 这生活多滋润啊 谁不想过这样的生活 我要去这家太太 我也不建议啊 这年贵的红酒 我 我怎么我 喝一瓶我倒一瓶 喝一瓶我倒一瓶 哎哎 还是注意点吧 万一被发现 都不好了 你的鱼鱼啊 它真好吃 哈哈哈 注意什么 发现什么 发现过人 他们这么有钱啊 最大东西发现啥 是 是啊 我们又没做错什么 菜何况了 我又不是什么都没付出 一想到那个老男人的嘴里 我都不小心 这些 就当是对我的最上补偿 吃吧 喝 八个 老男人 还敢 烧起我 等我女儿 巧合堂家 我就是他老周的人啊 不怕你受了他 男人 我告诉你啊 就不让你去犯犯 不让你去北地台 发漫画 不是废的 你和你的嘴啊 你哪时候都把你帮帮着走啊 靠 我儿子 这个 不过当上了护家千鸡的家教 他 他还想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 哈哈哈哈 我要的 不只是当家教 还有更大的计划 你还要什么办计划 你不会还想着那个大小姐吧 嗯 珍珍淋了雨 快准备干净的浴袍 我们马上回来 不好了不好了 快藏起来 就马上就回来了 回来了 快 快藏起来 你 快藏起来 小姐 小姐下雨了 不行拿个毛巾 是我 太太 唐老爷好 我给太太和小姐拿毛巾 你 你吃 嘿 抓的 我 多亏了这场雨 我才有机会藏在你的房间 别走 那全白 哎呀 珍珍没事吧 没事 时间过得真快 珍珍转眼就要嫁人了 以后就不是我这个当妈都没照顾到 不过小父 也是怎么看着长大 相比起来还算安心 不认白虽好 但是太有重见了 王长公 也没有办法为咱们家整齐 哦 怎么又有一股酸臭味 就是这玉袍的味道 玉袍怎么会有这种酸臭味 他不是没有晒干净吧 没晒干 也不是这种酸臭味 我想起来了 那个司机身上就是这种酸臭味 这些玉袍是不太酸啊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呃 这个玉袍跟他身边的味道一样 自从他们来了以后 家里一直有这种酸臭味 赶紧把他们给我死掉 太恶心了 什么现实 什么现实 啊 这 唐先生 是我 我不是让你放假了吗 你怎么会在这 我 我 我没来得及走 你为什么会从这那房间里出来 我 陆新凡 我的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 你这个垃圾 竟然对我女儿又非分之想 你也不看他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啊 啊 你别这样 其中说不定有什么误会的 他不是这样的人 我不是这样的人 像他这种囚人我真多了 珍珍 你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被骗 就像你这种囚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是想贪图我唐家的钱财 小子 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出去 否则我见一次我打你一次 听到没有 被窮鬼 对不起 谈先生 管 他妈妈对你怎么样吧 看妈妈对你怎么样吧 哈哈哈哈哈哈 啊 算了 啊 没事吧 那有什么事啊 妈 咱们早点休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爸 你别这样 这其中说不定有什么误会呢 他不是这样的人 真正 没想到这种情况下你还愿意维护我 放心 我就算不择手段 我一定会让自己有资格达到你的爱 又赔了 又赔了 那份合作信不要签了 再签他妈老板都没了 今天是妈妈撕堆的这是 你别太担心 项目失败乃是人之常情 就算签一点钱 大不了咱们可以卖房子卖车子 总能还上的 你懂个屁啊 那是五个亿 把你卖的都还不起 那 那怎么办啊 总不能等他们来锁命吧 我当然有我的计划 我的计划是 赢贵的这贴罪 画的什么东西啊 不好意思我再给你画一幅 你看这像啥 这是我吗 浪费我时间浪费我精力 都在看这个小白脸画什么都是 就这样有点出来骗钱啊 先生什么事情发这么大活 不是来看我笑话吗 珍珍在家一直跟我吵说你 浇得不错 我这一看 你画的确实是不错 我现在没工夫给你打嘴唱 你要有什么话就实说吧 很好 我就喜欢你这种爽快 我问你一句话 你是真的喜欢珍珍吗 喜欢 可我配不上你 如果 我能帮你呢 我们唐家家大业大 多要你一个也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唐真 他喜欢的是别人 你说的是傅晨白吧 你放心 我自有办法 这件事情我可以帮你 但我有个条件 公司有个新项目 我希望能用你的名义去做 我就是想看看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 给珍珍做我的项目 可以 但是我需要一笔钱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笔钱 妈 这区夫人是狗屁的吗 我怎么闻不到自己身上的这个 他 我 蛋 开除我 你说我没有工作 我一样 为啥他们的脑袋障碍 这段时间我也讲了不少 再加上我哥的 如果我们一家人换了城市 换了 今晚你就跟妈妈说说 让他赶紧撤出别墅 我们一家人远走高飞吧 你咋喊多少钱了 够烦高利贷的吧 我 这个支票 足够我白钱站 剩下的钱 也足够我美丽哥糖果泡 他们一加班走吧 你哪来这么多钱 三日港国公司 别忘了 我可是计划的这顶着 你有什么 新计划的好儿子 我的计划 就是用去当真 是最高 你说什么 我爸不让你见我 这究竟是谁在搞鬼啊 嗯 珍珍 今天 要不就 取消课程吧 我还有点事情 珍珍 你等一下 我有话要跟你讲 那天我躲到你房间里 我借你个抱歉 但是我想告诉你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绝对不是想占你便宜干嘛的 是因为 我真的喜欢你 我已经是 傅身牌的回红期了 抱歉 不能接受你的告白 珍珍 傅身牌 他不就有几个兆钱吗 他能给你的 我都能给你啊 我 我本来还把你当朋友 现在 我们连朋友都不吃 你跟珍珍 进来到什么程度了 珍珍他 始终忘不了福生白 去除了我所有的约会见 这也不是办法呀 看来 我还得帮你们一把呀 多谢 珍珍 你回来 你是要去见福生白了 从现在开始你哪都不准去了 爸 你怎么这样 我们家不需要联姻 我们要找的是有才华的 来当我们家的继承人 我看西凡就很有才华 而且未来也不可公量 你这样 我过会给你们订个餐厅 你们两个出去做做聊 爸 你把我的爱情当什么了 想给人就给谁啊 哄呢 珍珍 你听爸爸说 西凡现在负责咱们家公司最重要的项目 爸爸希望你能跟他在一起 而且一定要让他在这个上面切尽 咱们汤家生死之后就却在那个树上了 西凡 你真的不必对我这样的 我今天之所以能来 是想和你把话说清楚 珍珍 就算你不喜欢我 难道我们连吃顿饭的 都可以吗 今天这家餐厅呢 是我特意为你预约的 找找 你特地预约的餐厅 对我来说 却很平常 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也不新鲜 所以 你花了那么多钱 东西 都要白白浪费扔掉 怪可惜的 我只是想给你最好的 好了 那你谈公事吧 好 这份文件是我爸让我交给你的 说是你们合作的重要项目 签字吧 好 你让我签我就签 啊 现在可以好吃饭吗 我签字 你觉得我家缺陷 家什么缺陷 但是你和珍珍去 你在胡说些什么 在哪 你表面上看起来光鲜亮丽 不是必须不准别人 如果真的离开唐先生 我没法去吃个人算不鲜 看见你 放弃 你到底想说些什么 我想说 你和珍珍对于唐欣 我只是没有这个可怜的情 你 你 上次就好 太大了 反正都是心心 你和珍珍不如倚靠我 這是 不會有什麼小三小四小秘書的事 來按你們的眼 剛剛唐先生 不構思考 我去嘗嘗 我去嘗嘗 啊 洛西凡 你干什么你放开我 怎么是你啊 珍珍 是你让我过来接你的 这个家突然间变得好磨手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我不知道怎么了 唐叔叔突然解除我们两家的婚约 而且他一直不让我接你 你联系了我 我马上就赶过来了 怎么了 是不是陆西凡欺负你了 说实话 我现在真的有点害怕他 本来 我也只是把他当普通朋友 可是没想到他居然 突然间给我告白 现在连我爸都帮着他 你就是太善良了 我见到那小子第一眼开始 我就觉得他满眼都是算计 这种人 你他远一点 否则 他早晚会伤害你的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啊 都怪我 当初就不该拿他来气你 现在 你要是不好当面跟他说 我去听你说 他要还是这么顽固不灵的话 你让他试试 他怎么办 好吧 恐怕他喜欢的不是你 是你身后的唐家 你女朋友就在这间房 好 阿姨也要让他明白 如果他再纠缠下去 我会更加厌恶他 你先躺下我去看看 躺着 你是不是一直都看不起我呀 你别再逼他了 你别再逼他了 刚才我们的谈话 你都听到了是吧 正好 我也懒得再跟你多说什么 从现在开始 你有多远不会多远 别再烦真真了 听懂 有一点你说错了 我并不是贪图唐家的钱 而是真心喜欢真真 可那又怎么样呢 你觉得真真会在乎你的喜欢吗 你的喜欢只会给他带来困扰 像你这种下等爬虫 我劝你还是不要做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的梦了 我忘了 唐叔叔可是赞成我和真真在一起的 刚才那番话 你要种去跟唐叔叔再说一遍 嗯 那是茶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回去的话 唐叔叔可能会有危险 我记得 那个项目唐太太好像也在家了 没事的 可是吓你了别害怕 这么神神秘秘的 连我都不能说 其实 告诉你两个关系 有个笔钱 他是这笔钱 不过的 别吓着这笔钱 我可以给他做的 不过现在正好 杀了个心 真真 我把所有的罪状都推得到他身上 瞧我呢 他就做了 真真真 真真 虽然 虽然我以前还相信你的鬼坏 宝贝 你 他就做了 你 我 他就做了 咱們現在賺的錢已經夠多了 趁現在還來得及 咱趕緊走吧 啊 瘋了 真瘋了 算了 反正真相我已經告訴你 聽不聽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明天就要去唐家辭職 這些人一個都看起來盜默 其實 都是吃人的蘑菇 這身體剛好是要去哪 我要去找傅城白 對了 我不用再叫作業了 你也不用換那些話了 我明知道你保持的利用 但是我為了留在你身邊 我心甘情願被他利用 甚至替你們唐家去做的 我唯一想要的 只要你 這不可能 我一定要去問問我爸 他不可能把我當作籌碼的 隨便 反正我只給你一天時間 你必須給我去領政 成為正式的夫妻 我說 我說 我看一天時間之內你們唐家找誰去頂嘴 龍俊凡 你別這樣你別逼我 我真的不喜歡你 你這樣只會讓我感覺到 陌生甚至是很害怕 我女兒自己從來就沒有認識過你 就當我求求你好嗎 如果你真的喜歡我的話 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過我行嗎 你好好考慮 我要辭職 為什麼 我家對你不好嗎 何止不好啊 因為我不知道嗎 你們這些人家想害死我哥啊 你哥 我哥 就是陸西凡 你們那個家教 我也不怕告訴你了 長嬸 他是我爸 你們那個司機 陸強就是我爸 什麼 你們這些有錢人 以為有兩個臭錢就可以為所欲為嗎 我告訴你 我哥是不會上當的 壞了壞了 我老疼了 出事了 我老疼啊 出事了 你答應我 你得做到 我的計劃你都知道了 你還跟我合作 你看你現在的樣子 還更像是一條蟲子 真是可憐 放心吧 只要你把你女皇帝 我還是會忙 我 摔了我手 我還是在大陸補等我 我希望你能成長 你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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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难道就是人上人的生活 现在终于轮到我服侍你 救命啊救命 陆西凡 你要干什么你别怕我 强迟 最近你哪儿一直 陆西凡 你等不到我的心 你只要毁掉我的清白是吗 你就只会用这种方法吗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 你从事之中 就是一个废物 垃圾 你连成白的一个角度 你都比不上 我告诉你 今天不管你怎么碰我 我只会爱成白一个人 就死心了 扶生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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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么慌吗 对不起 他比你好一千年一万倍 好 既然你忘不了他 那我就必须邀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晚上的情愿见证 你是如何成为我的女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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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洗发 啊 啊 第一次对女生来说 是个神圣的 我不想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能理解我的 对吧 我答应你 我的身体一定会给你的 只不过 要等到我们的婚礼结束之后 你能尊重我吗 好 我尊重你 这种事情 也只有在你心甘情愿的时候做才好 反正你也保不了 这婚 我们是一定要接的 珍珍你别喝了你醉了 正好你来了 来 陪我喝一杯 我是来带你走的 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嫁给别人 陈白 真是可惜啊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却没有看到烟花 你还没看到烟花 等我带你离开这儿 我每天都给你放 陈白 你答应我 如果有机会重逢的话 我们要加油 陈陈 结婚业事马上开始了 我们一起去 陈白 我还有一些东西需要去准备 需要先进房间一趟 一会就下来 陈珍 陈珍 是 陈珍 陈珍 陈小少爷 这里是我的婚礼现场 劝你不要太放肆 你让他们放我过去 陈珍会出事的 你相信我 陈小少爷喝多了 送的回去休息 陈小少爷 求求你 珍珍真的会死的 真的会死的 陈小少爷 少在这危言算定了 从今天开始 珍珍就是我的人 你再也见不了他 哈哈哈哈哈哈 有人到牢了 也不能因此 你就是选择去死 相約以後我在一起 所以你要說的就是這些 否則呢 你還想聽什麼呀 父小少 你知道是嗎 珍珍死之後 有能力又有東西 給他報仇的人 只有你 你不配提他的臉子 我告訴你陸西凡 我今天就是來 給珍珍討回公道的 公道 別自欺欺人 你們這種人 還會講公道 我們誰不比誰高尚 誰不比誰低臉 說白了 不都是一求之賀吧 我再怎麼樣 我不會害別人家伙人亡 我更不會對自己心愛的人下手 那是你們收鬼窮的滋味 等到什麼時候你真正窮了 你才會發現 你所謂的愛 跟你不知一提 我沒心情聽你在這狡辯 我在牢裡面待了一年 我出來之後我才發現 你把霸佔了唐家所有的家產 我問你 真正的遺物呢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這拿東西 你這不做你對得起他嗎 珍珍從始至終都沒有愛過我 我留著他的東西 只會把我困在過去 我只有拋棄他所有的一切 我才可以重新開始 你一個混蛋 你還是和一些錢一樣衝動 這樣你這都會扯我 白癡了 等著 好玩的 你們是不是霸佔了唐家的產業 過著舒服的生活 是不是都忘了你們只是一群賊 一群卑鄙下流的賊 沒錯 我們就是一群賊 和你們這些有錢人 你們又比我們高尚多少呢 且不說那個想讓我哥頂罪的唐國鋒 就是你 還有你心愛的那個珍珍 你們拿我們當過人嗎 啊 那還不是因為你們在想想不屬於你們的東西 蘇小少爺 你當然不缺陷 就是因為你不缺 所以你才可以站在暗中 透光黯然的 不過我們又能怎麼辦呢 那些被人當作蟑螂 被當作蟻鉤裏的老鼠的日子 我過夠了 我再也不想過了 這裡 這裡就是我的家 這些錢 這個宅子 它們都是屬於我們的 你想要破壞我的事 那我都殺了你 我早就想到 你們是這麼頑固不齊 我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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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炸彈 我做了四顆 第一顆在門外 第二顆在外牆上面 還有一顆在游泳池裡面 但是最後一顆 就在那個爪點後面 傅小少爺 這炸彈是你自己做的嗎 為了你還真不幸 我還真是小巧 哥 死了吧 我還不想死 我們才過上好日子 怎麼樣 哥你瘋了 那可是炸彈啊 我从医术说 便觉得自己比周围人不一样 比他们都怂也都更勇气 后来我知道人们成为我这种人为天才 可能又能怎样 到头来 在你们眼里不还是个小话 我还想找一个好人 喝水给我们机会 一个个都高高三生 我呢 我想跟你当条狗啊 可是 你们连我这个当狗的小小愿望都不敢乱走 那就没办法了 当古风用你顶罪那是他的错 你现在的行为比他恶劣十倍 是啊 我早就不是了 因为 我是有钱人啊 可是 成为有钱人之后 我才发现这种生活不过如此 我虽然可以得到我亲儿一句想要的一些 可 那怎么样 真正永远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这不没有真正的世界上 活着还要是美云上 美云 你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恶务 不 不不不不 陆西凡这个名字 在神话里不止恶务 是坠天使 神明把天使逼至坠落 然后反手指责他不解 他们一副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就和你们一样 傅小少爷 我是个人渣 可你也没有好到哪去的 我们两个烂人 谁都配不上真正 来吧 按了 一起下地狱啊 真正 我给你报仇了 真正 我给你报仇了 西凡 那那个人是谁啊 是你吗 你真是个大英雄 你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优秀的人 我也很愿意跟这样的人叫朋友呀 我们还活着 我们居然还活着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装了水炸弹 怎么变成烟花了 这 这 这回来 这就是你回来 重丢手机 梦该醒 如果有来生 我会选择默默地坐进了家庭教室 但是 默默 也会愿意 我小少爷 我可以一起吃吃吃吃 陆西凡因涉嫌绑架 勒索 故意伤害 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被判处 终身监禁 陆新兰 因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常翠花 陆强 因非法侵占他人财产 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陆春白 涉嫌故意伤害 但主动自首 判处缓刑 等会有一天 提案 新疆 全被判复 毒 中的 大 乌 雨 大 。 时间 点 加油 我